上回书 说到周瑜周公锦 被诸葛亮 预先埋伏的三只人马 给挡住了 一只是观云场 一只是黄仲 一只是大将魏严 周瑜周公锦没有办法 就被老将黄盖寒当 急救上船了 没想到 陪了夫人又折兵 确实死了不少水军 站在船头之上 周瑜看见刘备刘璇的 跟孙夫人都停在山顶之上 周瑜能不生气吗 再听见兵将高声寒嚷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 一口气望上一冲 窗口碰裂 扑通一声就倒在船上 老将韩当 老将黄盖 赶紧把周都督扶起来 扶到船舱之内 回去吧 船掉过头来往回走 诸葛亮传下命令 不要追赶 然后抱着刘备 带着大将赵云 陪着孙夫人回到荆州 摆上酒盐庆贺 然后靠上三军 刘备军臣这高高兴兴 夫人也回来了 刘备也回到荆州了 可是周瑜回到柴桑之后 这口气就缓不上来了 军医官给周瑜周公斤 调治伤痕 大将蒋秦带着人马 回到南虚州 禀报主公孙权 孙权气坏 成老将军 现在周都督有病 你立刻点起兵将 给我兵去荆州 正在这时候 周瑜派人送来一封书信 请孙权出兵 收荆州 报仇血恨 好 成老将军 你点起人马 故要亲自指挥兵将 进兵荆州 某使张昭张子部 赶紧跟孙权说 主公息怒 您万万不能发兵 您想一想 草草赤壁兵败 他每天每日 都在想兵发江南 报赤壁之仇 他怕什么 就怕咱们 跟刘备联合在一处 所以他不敢姓兵 主公 你要一时气愤之下 指挥人马兵发荆州 跟刘备打起来 草草必然承虚而入 咱们江东 就恐怕遭受刀兵之灾 势力太小 仍然打不过草草 主公 要打算发兵 您可要三思而行 哎呀 孙权低头不语 这时候谋士雇佣 就跟孙权说 主公 张子部说的对 曹操时时刻刻 都要报赤壁 熬兵之仇 既是这样 咱们江东 就得有曹操的细纵 如果说您现在 跟刘备不合 指挥人马一走 要打荆州 曹操马上就会得报 曹操会使人勾结刘备 刘备要跟曹操联合在一起 咱们江东 可就有危险了 子部 顾先生 你们都这样劝我 难道这口气 就让我孙权厌侠不成吗 我的妹妹跟刘备 回归荆州 荆州本来是我东吴之地 让诸葛俩给框走了 咱们就做事不管嘛 诸公 请您展示雷霆之怒 我有一条妙计 顾先生即将安出 诸公 曹操恨谁 曹操最恨的还是刘备刘宣德 您不如写了一张表彰 命人送到许昌 表刘备为惊中 曹操一听 必然害怕 就不敢指挥人马在下江南 而且这么一来 刘备就不恨主公民了 咱们再想办法借机会 使反监计 让曹操跟刘备互相攻击 然后咱们趁虚 夺起惊香事业 好 孙权低头想了想 顾元探 你这条计策不错呀 所以说顾庸的计策 又比张昭略胜一筹 可是元探 谁可以为使 到许多面见曹操 楚公咱们江东有一个人 是曹操最静慕的 此人就是华欣 好吧 就请华欣前往 孙权立刻写了一道表彰 让华欣购奔许多 成交给曹操 让曹操成交汉贤帝 保留被刘玄德 时任荆州墓 华欣最喜欢见曹操 结果表彰立刻动身 来到许多见曹操 没想到到了许多才知道 曹操正在张和叶俊 大宴同阙台 所有文武官员 都跟着曹操在同阙台呢 华欣立刻离开许多 到张和叶俊 面见曹丞相 因为曹操在赤壁 敖兵火烧战纯之后 足想报仇 但是他知道孙刘两家 联合在一起 不敢轻易前进 就在建安十五年春 曹操知道同阙台盖城了 就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 来到张和叶俊登台 庆贺 这座同阙台呢 在叶俊 正靠着张和的河岸 中间是同阙台 左边一座台叫御龙台 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 这座同阙台有十丈高 因为有三座台 你要挂完同阙台 再下来再上金凤台 或者下来再上御龙台 就挺麻烦 所以古代劳动人民 巧夺天工 就利用两座桥 把这三座台连在一起 咱们前边说过 诸葛亮至极周瑜 说连二桥于东西西 若长空之地洞 让诸葛亮改了 揽二桥于东南西 乐朝夕之与共 说的就是这两座桥 两座桥连接三座台 而且同阙台千门万户 金币交辉 曹操头戴千宝金冠 身穿绿段锦袍 腰横欲带足等珠缕 坐在同阙台上 所有的文武官员 是文东武器 站立在同阙台下 这书曹操要干嘛呀 因为曹操此时的心情 跟赤壁敖兵火烧战船 燕长江横朔赴尸的时候 已然不一样 那个时候 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 认为一战成功 能够灭刘备灭孙权 得江东事业一统天下 所以曹操 燕长江横朔赴尸 那曹操骄傲一击 他说出话来 都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 曹蒙德横朔赴尸 能够用朔把刘复赐死 如果在今天同阙台 曹操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曹操自从打了败仗之后 这心也逐渐的安定下来 所以同阙台盖成了曹操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来到同阙台 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官员 曹操操传令 就让手下人拿着一领西川的红色锦袍挂在这柳树枝上 下边是个剑舵 以百步为戒 让手下所有的战将分成两队 凡是曹氏宗族 全都穿着一身红 不是曹氏宗族的战将 全都穿着一身绿 每个战将都带着弓箭 让他们骑着马 在旁边听后指挥 曹操另一传下来 手下兵将布置好了 然后在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 每个方向一备二百兵 是摇起呐喊 每个方向一备十六面大鼓 鼓手勒鼓助威 曹操一看 全都准备好了 曹操高声令下 众位将军 顾今天在同学台上 要看一看众将笔式弓箭 谁要是射中剑舵红线 你们看 就将此紧袍刺之 如果射不中 就罚酒一杯 曹操大铃一传 这时候有打红袍队中 一员小将纵马而出 大家伙一看 正是战将曹操 曹操骑着马 就在这同学台下 一连转了三圈 然后抽弓拔箭 任口田闲 巴打一声 这支箭射出去了 不偏不外 正射到红心之上 将士郎 勒动战骨 呐喊诸位好啊 曹操高兴 用手一指 看见没有 小将曹操 是我曹操家的千里居 曹操刚要传话 把这件锦袍赏给曹操 这时候 绿袍队中 有一员战将 纵马而出 来到同学台下一台头 长相 您赐的锦袍 应该让我 外姓人先取 就是你们曹氏宗族当中 也要按理行事 曹操一看 正是荆州归降的战将 大将文品 所有的战将 齐声高喊 来来来 看一看 文仲夜的剑法 话音刚落 文品 催作剑马 往前跑 来到百步之遥 巴搭一声 公山响出 这支剑 不偏不外 也射到红心之上 鼓手勒鼓助威 兵定是摇旗呐喊 好剑法 齐声喝彩 文品 催马 来到同学台下 来来来 快去 跑下来 就在这时候 有打红袍 对众 非也相似 又跑出一匹战马 马上 一员大将 高声含嚷 文力 你先 收贷片刻 来来来 看我给你们 两个姐姐 巴搭一声 弓箭想 一支剑射出去 也射到红心之上 大家齐声喝彩 曹操一看 射箭的 正是兄弟曹弘 曹弘 往前一撒马 再马上站起来 伸手 要抄这件袍 这时候 绿袍队中 又跑出原战将 手里高高 把弓举起来了 你们三个人 设法合作为奇 看我射箭 大家伙一看 这员大将 正是河北名将 金枪张河 张河望前一催马 这匹马如同飞跑 离百步之妖 应该射箭了 只要张河 把马望前一催 再马上一回神 叭叭一声 噓 这支箭射出去了 反背一箭 箭射到红心之上 四支箭 全都在红心之杀 大家伙 齐声给张河 何彩 好啊 反背一箭的 箭法高 四面 将尸儿郎 勒动战鼓 曹操越看越高兴 就在这时候 张河也高声寒嚷 来来来 丞相 金袍 就应该赐给我张河 这时候 又打红袍队中 飞也相似 跑出一匹战马 马上一员大将 高声寒嚷 张河 你反背一箭 何足奇怪 你看我 多射红心 大家伙一看 正是曹营 大将夏侯渊 为什么夏侯渊 也身穿红袍呢 因为曹操复兴夏侯 过继给姓曹的了 所以夏侯家 还有曹家 都属于曹氏宗族 夏侯渊 望前一催 坐马 来到百步之遥 扭向回身 巴打一声 这支剑射得真高 当时筋骨齐鸣 曹操一看 夏侯渊这支剑 正射到四支剑的正当中 夏侯渊非常高兴 骑着马来到了 铜缺台下 承想 这件袍应该归我夏侯渊 没想到 有一个人高声喊嚷 这件锦袍 就留给我大将学往 夏侯渊在马上一回头 共鸣 你要什么高明的剑法 可夺我这件锦袍 嘿嘿 你们射红心不足为奇 看我单取锦袍 说到这儿 徐黄许功名望前一催马 任口天仙 巴打 这支剑正射到柳条之上 刷 柳条断了 这件袍就落下来了 徐黄望前一催马 把公交给周手 一伸手刷 拿右手把袍接过来 往身上一批 绿袍所有的战将 高声喊嚷 这红袍对人心里不服 有人刚要催马 没想到徐楚不干了 徐楚望前一撒马 伸手就把徐黄揪住了 这袍是我的 应该归我 诶 仲康你不讲理啊 这袍是我设下来的 好吧你 袍应该归我徐楚 徐仲康 没想到他右手一伸手 啪 愣把徐黄油打马上揪到地上 徐黄一撒手把公也扔了 翻身下马 徐楚也下马 两个人在地下打起来了 曹操再一看 这件紧袍 让两个人都给撕坏了 曹操立刻传令 所有战将全都给我来到同阙台上 曹操一传令 谁也不敢不来 徐黄也驻守了 徐楚也驻守了 这边是红袍队 这边是绿袍队 全都登到同阙台上 参见丞相 众伟将军 今天孤大雁同阙台 要看看你们的剑法 何必为这雁紧袍相争 来 所有战将各次赎紧一批 谢丞相 众伟将军 你们全都依次而坐 来 摆上酒宴 时间不大 风风声声酒宴摆上了 每员战将 曹操都赏赐 一批鼠锦 那是四川最好的锦段 这风风声声的酒宴 那曹操大宴 同阙台 山中走售 云中宴 陆地 牛羊 海底线 什么好吃的都有 所有文官 也全都来到同阙台上 参见丞相入座 曹操看了看 手下这些文官 中尾先生 刚才武将 以骑射为乐 可以看 我曹操手下战将 人人奋勇 各个武艺超群 中尾先生 你们都是保学知识 今日登此同阙台 每人尽加张 一篇 曹操让这些文士 每人写一篇文章 当时在座的 有王朗 有中尤 有王灿 有陈林 这些人可都是 当世才子 全都站起来 尽尊丞相之命 既然曹操让写文章 那谁不给曹操拍马屁 提起米类 一挥而就 文部加点 时间不大 把文章望成一跤 曹操打开 翩翩过目 当然 这文章当中 全都是称颂 曹操功德 何当寿命 就说曹操应该当皇上 曹操把这些文章 全都放在自己 桌案之上 曹操笑了 诸位先生 当家座 过欲甚 曹操说 你们众位先生的文章 夸我曹操 夸得太过了 曹操接着望下说 孤本于漏 时举笑脸 后知天下大乱 驻京涉于乔东武士里 欲春夏读书 东秋涉猎 以待天下清平风出世耳 不宜朝廷 争我为典军校尉 所以我更换其 专于为国家讨贼立功 屠死后 我的坟前墓碑上有 汉顾 征熙将军 曹侯之墓 我平生之愿足矣 曹操这段话 说的也确实是心里话 刚才咱们说了 曹操当初 横朔复尸的时候 是骄傲一极 到现在打了败仗 曹操的心已然沉稳下来了 所以说出话来 语言谦虚 曹操说了 你们大家伙把我夸得太过了 我曹操 年轻的时候被公举为孝廉 没想到天下大乱 我曹操住京涉于乔东武士里 咱们都知道曹操是配国乔军人 古代的配国乔县 就是现在的安徽伯州 曹操说了 我就在我的家乡 配国乔军东边武士里 盖上一间房子 我盖什么 春天夏天读书 秋天冬天涉猎 我等待天下太平 我再出来做官 曹操有心做个文官 辅佐当今万岁 治理天下 没想到朝廷争我为典军校尉 我没办法更换我的初衷 我为国家讨贼立功 我徒神吧 我死了之后 在我的坟墓前 立下一桶石碑 上边刻着 汉顾征熙将军曹侯之墓 我这辈子平生之愿已足了 没想到自从陶董卓 缴黄金之后 除元树破吕布 灭元绍定流表 碎平天下 我身为宰相 仁臣知贵已及 又富何望在 曹操说了 灭了黄金 讨了董卓 灭了元树 吕布 元绍平定流表 天下太平了 我曹操身为宰相 为及仁臣 富贵已及了 我没有别的想法了 如国家无辜一人 正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这几句曹操说的也是实话 我曹操如果不掌握朝中大权平定北方 得有几个人当皇上 得有几个人想当王爷 得有几个人想称帝 天下就更乱了 咱们知道元树在寿春那么点地盘 元树还当了几天皇上 所以说曹操在平定祖国北方 广吞天兴水利 办异学 曹操确实是有功于国家的 曹操接着又说了 有人看过权力太重 怀疑我有一心 说我想篡夺汉史天下不对呀 我曹操没这心 我常念孔子称文王之德 因为孔子说过周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 仍然作为殷商之臣 我曹操没心喘喊 但是我现在让我交出兵权 我可以回归故里 回到我所封的五平后之国 我享受晚年 不成 只要我曹操交出兵权 必被别人所害 我曹操死了没关系 国家就倒霉了 所以我不得以 目虚名而处食货也 我曹操没办法 不能把兵权交出来 诸位先生 恐怕没有人知道我曹操的心思 大家伙听明白了 全都站起来 曹丞相 您就是当代的医人 当代的周公 曹操这时会儿 连喝了几杯酒 不觉得有点醉意了 来 去过纸笔墨宴 手下人捧过纸笔墨宴 曹操干什么 曹操要写一首 童雀台诗 拿起笔的 添了添墨 稍微一思虑 曹操提笔要写了 就在这时会儿 有人登到同学台上 撑下 东吴派使者划心 表奏刘备为精中目 孙权把他的妹妹嫁给刘备 汉上九郡 一大半也归属刘备了 曹操文言大吹一惊一杀手 手中的墨笔都掉在地上 到底曹操如何对待刘备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